好 那麼昨天我們的食藥署 參加的叫做ICMRA 這叫什麼 叫做國際藥政主管機構 作為準會員 還不是正式會員 以什麼名義參加 以Chinese Taipei參加 外交不說 好極了 好極了 太好了 我們外交突破了 我就記得Chinese Taipei 以前民進黨罵得要死 我說Chinese Taipei是喪權辱國 要不然就用中華民國 要不然就用台灣 Chinese Taipei是什麼東西 怎麼可以用中華台北 所以那時候我記得葉金川 當時就去用Chinese Taipei 去參加WHA的做觀察員 也是被罵喪權辱國 在當時罵那個鑰匙 濟爭的時候也說 不行 我們不能用Chinese Taipei 參加東京奧運 我們要證明 然後辦了個公投等等 覺得Chinese Taipei簡直是奇齒大辱 現在怎麼很高興的就已加入 就還說給他鼓掌 說好都不得了 到底怎麼回事 來 俊兄 這個仍然此一時彼一時 確實是這樣子 民進黨說之前 我們剛成立的時候 從來也不敢想過要執政 說實在也不敢想 所以我們大概都是用挑戰者的姿態 那麼對所有去台灣主權化的 或者說跟中國有所連結的這種用詞 特別是國家的一些機構 我們大概都站在批評的立場 但是執政之後 狀況就不一樣了 所以這個也是民進黨必須要去調整的地方 那麼Chinese Taipei 是不是民進黨執政後的一個選項 是的 這個在外交部裡面是明定的 但是它的排序是在最後的 最好是用台灣 如果不行的話 再用什麼什麼 台灣ROC或是什麼 Chinese Taipei是最後的一個順位 以現在台灣的國際的處境來講 能進去大概是最好的 就是說能夠進去 不計較名稱上的問題 大概是現在的一個策略 避開這種爭端 過去我們的批評 現在我們的接受 這個當然就是一個調整 這個調整會不會帶來民進黨內 我覺得社會是會接受 民進黨內會不會有一批 就是我們的所謂的獨派的這些大佬 獨派的支持者 比較獨派的這些朋友 會不會去挑戰這個 我覺得現在民進黨在選後 你有沒有發覺到就是說 我跟香榮在節目前也有談到 就是說我們現在執政基礎是脆弱的 所以現在大家都比較是維護 整個執政的基礎 而少去做這種比較大的一個批判 所以大概這個也不會在這個時候 選後拿到40%的這個基礎上 那麼又有很多獨派的雜音 比較不會了 好 那麼當時 他們怎麼罵葉金川的 鄭文燦當時是民進黨發言人 他說矮化台灣主權 使中國成為台灣的宗祖國 那當時黃偉哲是立委了 他說馬英九趕為中國的附庸國 西裝換內褲 他們真會罵 突醒哲說台灣要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是要跟中國協商的 那會讓外國覺得是這樣 莊瑞雄當時說全世界都認為 我們是中國的一省 所以非常阿Q 尤其是當時主席蔡英文 葉金川應該下台負責 下台還有什麼臉待在任上 來 林委員 我認為其實這一點 其實有關Chinese Taipei不Chinese Taipei 其實他使用兩個字叫Taiwan 他只吵台灣兩個字 因為我台灣這兩個字 我們剛選完 老實講有沒有台灣 這個針對選票是有差的 能不能表現主權 能不能把意志心態 來去切割選民的喜好 這是很直接的 所以說其實剛回到上一題 其實Gala來台 基本上他特地挑這個時間來台 當我們總統選舉結束 沒有兩個月 他就趕快過來台灣 一方面幫他自己拉台 像剛剛向龍哥所說的 另外一方面 也是重新來跟美國人講說 你們這邊台獨是不可以的 這是他們來的最主要的地方 而如果說我們現在看到民進黨 為什麼現在只有下40%的支持率 因為我們常會認為說 民進黨做了很多事情 是讓人家覺得是雙標的 是讓人家覺得是不舒服的 像說不管是 以前Chinese Taipei你是不是賣台 現在主動的Chinese Taipei 我沒有看到任何一位 行政院的高官下來講說 其實這樣不可以 說說我們當初做錯了 台灣在國際的情況是困難的 這件事情其實大家都知道 不管你要進入WHA 還是要去打奧運 還是甚至加入任何的會 都是困難的 而在困難的時候 剛剛李委員也講得很含蓄 說執政黨有執政黨的包袱 執政黨有執政黨的困難 但是我們社會大眾 嚴格講起來 我們更需要的是一個 比較日文叫Snow 比較直接誠實的回答 是不是事情過了之後 你應該為這件事情 為你做過的事情 而做出一個道歉 做出一個善意的回應 而不是我以前講過了嗎 對不起 位置不一樣 那我腦袋就不一樣了 我想大部分的國人 真正對民進黨 不管是年長還是年少 對民進黨最不以為然的 其實是這一點 是 南靜穎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在於共識 因為很多的像年輕朋友 在出國的時候 人家問你從哪裡來 我們回答人家 就是很自然而然的說 I'm Taiwanese I come from Taiwan 這個是大家心裡想像的一個說法 這個說法在台灣的國內 跟大家面對國際情勢 大家受到打壓的時候 大家當然知道 台灣在國際情勢上面 是很困難的 但是在國內 大家要怎麼樣去理解 執政黨現在到底 它的優先是什麼 然後最後是什麼 好像執政黨沒有努力了 來跟人民說明 所以找不到台灣 人民對於自己存在的一個共識 這個ICRMRA是一個藥證的主管機關 它是對於台灣在藥品上面 可以去跟國際做接軌 藥品的法規 藥品的環境上面 可以去做接軌 但我們現在是以準會員的身分 所以不能參與任何的投票等等 只能參與工作小組的狀況之下 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那這樣子是不是綠能你不能 民進黨在國際上面就會說 他受到打壓 然後中國欺負他等等 所以我們只能委屈 只能用這樣子的名稱加入 但是當別人用這樣子的名稱 來使用的時候 你就會指責他說 為什麼你不愛台灣 為什麼你不用台灣 那我覺得現在執政黨 還有賴清德 他面對的問題 應該是接下來 不管他從520上任之後 他應該努力的來跟大家說明 兩岸的政策上面 他到底要把台灣定義在哪裡 大家過去對於他 務實台獨工作者的態度 到底是偏移 還是越來越往中間走 每一個人都打上了一個大問號 接下來他要走上執政的這個位置了 他應該要努力向人民說清楚 台灣到底在國際情勢上面 應該怎麼做 你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所以他跟你建立了邦交關係 他就沒有跟中國大陸建交 他沒有建立一個正式的關係 這些都很難能可貴 但當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斷一個邦交國 他說一個 兩個 三個 斷越來越多 斷到最後沒有我們就獨了 你可以用這種思維 來告訴人民這樣的話 那你就可以想到說 當我們外交處境 如果讓民進黨執政 請你台北 他們感覺很好 很光榮 能加進去的 很不容易 二度扣關成功了 那你再想想過去幾十年 國民黨的努力 那包括國民黨被共產黨打壓的時候 承受的壓力 那國民黨所做的努力 到今天你說的 換一個地方 換一個頭殼 那你如何讓我 其實我不願意批判他們 民進黨說今天加入的很好 我也是給他掌聲 因為很難得你能加入一個國際組織 雖然是觀察員的這個身分 可是不要說回一個系列 你要不要願意回頭來看看 你指著別人的時候 你那個嘴臉 你說我難得你把我們記憶都不會 抱歉 把我們扒上你也都不會抱歉 現在孩子不知道 你不要 我有一個好朋友 叫做Google 那是小子的 以前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你看 通通在 通通還在 所以40%剛剛軍藝兄提到 今天是40% 賴清德他願意走比較中庸的路線 他是想達到55% 甚至更多 當你又拿到55%的認同的時候 你會不會顧太附盟 一個來啊 你又開始批判 我期待不會 楊絹 我覺得這個問題 事實上我覺得對民進黨來說 是真的重要的 就是說你看我們在討論這個話題 聽起來像是國際議題 就是說到底台灣能夠加入多少的 國際組織 台灣的國際空間到底有多大 但事實上你會發現 我們在說這個問題的時候 事實上在國際空間當中 從來沒有因為民進黨的說法 而有任何的拓展 甚至是越來越少 所以我們先看事實的部分 在事實的部分的時候 是在國民黨主政的時候 跟國民黨相對來說 他是採取對於美中之間 比較等級的狀況底下 他是用一個比較務實的方式 去面對國際空間的時候 我們的邦交國是比較多的 我們參加國際組織是比較多的 我們的免簽國也是比較多的 反過來說現在的狀況 過去經過八年多再加上 現在接下來賴清德要即將組政 我們的邦交國是越來越少的 我們的國際組織除了今天我們談到之外 它其實並沒有增加 甚至是更少 另外我們的免簽國也沒有增加 所以我覺得這關事就事實來論事實 所以民進黨嘴巴裡面都說 我們只要改成用台灣 我們一定國際空間會更大 我們的外交的主導權就更強 我們的主權會更有尊嚴 但事實上是這樣子嗎 所以我覺得其實在台灣已經太長 我們就是限溺在一個話術當中 就是我覺得民進黨其實說到底 就我們不斷的用一些聽起來 是國際空間的話語 事實上是在賺取國內的政治利益 所以我覺得到現在為止 坦白說民進黨 我覺得如果說每一個民進黨的政治人員 都像李俊一這樣說話的話 我覺得大家現在心裡頭會舒坦一點 因為你也承認說 好 我們其實過去在野的時候 我們都是批判 我們都用negative的方式 來否定一切的執政黨的作為 但是我們當家了 當家知道採米貴 所以的話我們也開始在進行調整了 讓我們也知道我們過去在野的時候 批評其實是不笨合事實的 我們可能沒有去注意到執政黨的黨 確實有他堅信的部分 如果他這樣子說 我覺得一方面台灣是有共識 我們知道我們有一個努力的方向 但現階段沒有辦法沒有可能 所以我們知道一步一步怎麼走 但是我覺得民進黨就不是這樣的一個說法的時候 我覺得難免這個當中就會有更多的情緒 而且你不會很清楚的知道說 他會不會在下一次 他如果又在野的時候 他會再一次去撩撥這個相關的話題 又讓台灣陷入一些呢 看起來根本其實沒有太大的問題當中 或者說在目前台灣的有限的選擇的空間當中 我們也只有某些路可以去走的時候 但是國內卻不斷的分歧 不斷的相互撕裂 不斷的相互攻擊 不斷的內耗 不斷的去讓台灣呈現在看起來 像是一個不正常的國家 所以我覺得對於民進黨來說 坦白講包括現在賴慶德 所謂的務實台獨工作者 他的台獨對外他曾經法理過嗎 他沒有法理過啊 他真的台獨過嗎 他沒有台獨過啊 他有說我們要成為台灣共和國嗎 很久以前這樣說 他後來也都不說了嘛 然後憑什麼因為台獨共和國者的說法 去賺取所謂的政治紅利 或者是因此讓台灣的利益蒙受困擾 所以我覺得對於賴慶德來說 他們必須要去正視這樣一個問題 而且對民眾 對我們的選民必須 我真的覺得應該要道歉 或者至少應該要說明 過去種種在野的時候 跟執政的時候 為什麼你有那麼大的不同 好 那我們駐美國的代表 等於駐美國大使余大蕾 他昨天在美國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說因為美國日本 日本不挺台獨了 所以現在在掏黑台灣 發覺沒有人談這個問題了 真的沒有人談嗎 其實從賴慶德的角度 他這40%的票是怎麼來的 還是這些主張台獨的人再怎麼樣 民進黨做怎麼來 我還是挺你 就是支持你嘛 他嘴巴不必講了 他講過我是台獨的什麼務實工作 他已經知道了 可以了 你現在不講了 大家也知道你還是了 你還是贊取這些選票 你還是要不要就站在上 你還是要怎麼去 你可能太多了 你還是想要去